在这个单位我们要介绍的是以色谈数应用 自动产生序号的第六种 以counter if 函数 那以counter if 函数是要怎么样呢 是这样子我们需要干嘛 他依部门别来编号 而且呢依照到值日 越早到的干嘛 号码越前面 这样子有没有 2009年8月18号进来的一号 业务部的一号 业务部的二号有没有 什么财务部的一号 总务部的一号 资讯室的一号 会计部的一号有没有 财务部的二号有没有 一号二号这样子 依照各部门来编号码 然后世卫数 从一一直排下来 排到最后面 看他是到第几号有没有 那这个要怎么做 来我们到范例这边来讲 第一个我们会用等号 counter if这个函数 先抓这个范围 注意到啊 我要到我这目前的范围 所以我们要从哪一个部门别 来判断 然后呢 逗点 我现在这个部门 业务部有几个 从一万到一二 就是从第一格到第二格里面 含有第二格这个业务部的有几个啊 那注意到 因为我们公司会往下拉 一万是不能动的啊 要保持住 所以会在他前面加个达德赛 锁起来 所以他就有一号有没有 然后点两下 就会看到有没有 二号又有两个了 财务部一个 有没有这样 有没有三个 这个待会财务部有第三个了 有没有 这财务部有第四个了 这样子哈 编号嘛 先号们已经编出来咯 各个部门的编号都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要四位数 所以我这边加一个什么 TEST 刮弧 然后呢 后面逗点 我的格式要四个零 四位数嘛 要四个零 右括号 好 Enter 好 这时候注意到了 他基本上来讲干嘛 四位数了 点两下 每个都有四位数了 有没有 然后呢 我要干嘛 抓他们的部门的第一个字 他是哪一个部门的 所以我在用什么 L E F T 刮弧 这个部门是 一二储存格 然后右括号就好了 避设值就是抓一个字 然后Enter LIFT 我们没有设第二个参数 没有设第二个 所以我要抓几个字 这个有没有 那就是代表 只抓一个字 Enter 他就有没有看到 YEAR 然后呢 0000001 然后再点两下 然后就出现 YEAR0002 财0001 有没有 总务 0001 自动帮我把号码都编出来 还是属于哪一个部门的 自动就出来了 出来了 就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